大家好欢迎回来生生看房 今天要跟大家讲一个温冬最值得投资的一个新项目 叫做FRAME 什么温冬不值得投资 来我跟你好好地聊一聊 今天跟大家简单聊一聊 我觉得投资需要看的哪几点 首先我们要用一个发展的眼光去看 当这个地方都已经发展起来了 你再想去投资的时候可能已经晚了 比如说当你站在堪壁走廊的时候 你看到周边已经盖起了很多楼的时候 有没有后悔当时没有早一点入手 又比如说你在南宿里或者宿里的时候 看到成片的townhouse的时候已经盖起来了 你忽然间觉得说 我是不是当时也应该在这买一套 就是当时我们可能缺乏了一种 抱着发展的眼光去看的这种态度 就导致了当这个地方已经盖起了一定规模了 不管是住宅还是商业 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平衡的时候 就控制了这个机会 所以说用发展的眼光来看一个事情 或者是来选投资房是很关键的 那怎么样去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呢 那我讲四点 第一点就是要看它的规划 当年为什么李嘉诚他们都能搞得这么好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一块沧海桑田 他们就说 那我们今天来到了温东看到了它周边这些房子 我们就会觉得说这里就是未来的中心 那么我们看到这边就是它之前的规划 整个这个Kingsway就是温哥华非常大的一条街 这不需要我多讲大家都知道 然后这些蓝的都是大街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的就是公园 然后这个红色的就是Skytrain的县 那这一站就是29街这一站就是Nanamo 那么我们的Frame就在这边 就是正好是这个角落 大家看到这个深黄色的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允许盖10层楼高 后边就是4层楼高以下的 也就是说现在Frame带的这个棕名 它就是可以盖10层楼高 所以你往这边再走就不会影响到你所有的视线 那如果我们把眼光放的长远一点 将来这个区域的未来发展它在两边都是一个10层楼高的一个建筑 然后发散出去就是一个矮层 比如说Town House 比如说House 这种 所以它整个的人口密度就挂在这了 然后每一个Building下面都会有底商 那底商就会带来更多的商业的机会 那既然说规划就要把眼光放的长远一点 这个就是未来的一个示意图 Frame就是这个样子非常地标建筑的感觉 将来人家问你住哪 你就说我住Frame 大家就知道你原来是在整个大温地区的中心 那么它这个样子也跟它的名字非常的贴切 那么首先要跟大家讲的是 大家看到这边 它的温哥华的规定是 现在所有的新的建筑必须要往后有27尺的一个距离 大概就是9米 比如说你种树都可以种两排 那这样的话其实就给了很多行人 以更多的空间也有更多的capacity去支持将来更加繁荣的发展 那么这边也有我们小伙伴可能很爱吃的Perdice巧克力工厂 巧克力工厂现在还在 但是我相信在不久的未来 我不能负责任 做一回渣男 不负责任来讲Perdice工厂 迟早有一天我觉得它会搬的 因为真的是方式太火了 那当它搬掉之后盖新的楼的时候 那么政府也会对他们要求有一个27尺的step back 那在这种情况下等于这边就会一气呵成 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未来的规划 刚才跟大家讲过了 它整体的这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漂亮 它的位置也是位于整个的市中心 不管你去哪边都是非常方便 时间也是非常的相当 然后它连线有Skytrain 刚才跟大家讲了10分钟走路就可以到29街这一站 非常的方便 第二点就要看它的location 很多小伙伴们说总是讲location 什么他妈的叫惊喜 什么他妈的叫惊喜 今天我就告诉大家要看它的交通电力 很多小伙伴啊 讲到温东的时候呢 都好像不太会跟Skytrain联系在一起 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 Skytrain是从当趟起穿过了温西穿过了温东 来到了卖车场 所以没有温东这一段 那怎么能到卖车场呢 但是温东呢 由于它以前的一些规划的原因吧 现在才开始慢慢的被一些开发商大佬啊 所注意到 所以大家现在开始 频繁的去对温东进行一些重新的 这个development 那么我们现在看到 Frame就大概就在这个位置呢 它距离29街Skytrain Station呢 走路只需要10分钟 而且呢还要路过一个公园 可以说整体的感觉是非常的好 再有呢 它不管去哪里都很方便 比如说去温东市场10分钟 去当趟10分钟 去Richmond15分钟 你Richmond你的食堂嘛 15分钟就可以到了 所以说交通上非常的便利 可以说它是整个一个大温地区的一个中心 不管你到哪里都非常的近 第三点呢就是要看它的建商了 建商是不是能够完整的完美的去诠释 它们之前所承诺的这个非常的关键 开发商呢也是有非常好的声誉啊 以及它以前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我们看到非常出名的Pacific Rim 是地标性的建筑在Downtown 还有Woodward的这个Building也是非常有特点 包括呢我们的香格里拉大酒楼啊 也是他们盖的 所以说啊在质量上呢 我觉得我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再有呢就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户型 和它整体的用料了 那这个呢我们就可以在样板间来看一看 那我们接下来看的这个呢就是粮食加一个书房 一共有800多尺啊 然后它的阳台面积是59尺 可以说整体的户型是非常方正的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户型之一哈 首先我们进来之后 你看到啊整个的宽度是非常宽的 这个其实跟温西的很多townhouse的宽度呢 差不多比他们可能甚至还要再宽一点 但它没有楼梯 所以没有占到额外的空间 然后这边呢放了一个餐桌 它没有给大家安排一个固定的这种中导啊 我觉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 因为如果中导放在这里的话 就不轻易就轻易就拿不掉了啊 就像这个餐桌你可以买个大的买个小的 非常的方便 整体的橱柜的设计呢是非常现代的 有自己特色的它其实这个设计语言啊 从里到外感觉差不多 大家看到也是有一个木头颜色的这种frame在里边 然后它的所有的橱柜呢 也都是two ceiling非常的漂亮 那么它的炉灶啊烤箱啊还有冰箱啊 都是非常现代的这种啊 我就不跟大家讲细节了 那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这个洗手间 这个呢是一个泉浴啊 大家看到上边淋浴 然后这边呢洗手池 然后呢就是这个马桶 这个泉浴呢其实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安排 那左手边呢就是一个蛋了啊 这个蛋其实还是蛮大的 我觉得可以塞一下一个单人床 但是我觉得啊 塞单人床去确实有点太挤了 这边好好的学习啊 好好的工作啊 work from home啊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整个的这个客厅可以说啊 这个房间的空间呢是游刃有余啊 放个L型的沙发 一点都不为过 这边放个电视 然后这边呢就是主卧了 主卧这边呢放一个king size的床 一边一个床头柜 空间感十足啊 这个跟我们看其他地区的房子 真的是不太一样啊 其实这个整个的房型感觉在宿里啊 在兰里啊都是这个样子 但我们现在说的是温哥华呀 对吧寸度寸间的地方 而且未来的规划发展还是非常的好 对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个淋浴间啊 估计你每一天都会在这边一次到两次啊 然后这边呢是一个洗手池 它的这个镜子呢做的是这种圆角的啊 感觉还是挺漂亮的啊 这边开发 这样圆点非常漂亮 现在感觉这边呢就是衣柜了哈 衣柜呢它里边也是给我们做好了这个building的架子 可以说直接带着衣架过来就直接入住了 然后这边呢同样也是衣柜 这样倒不错啊 这个男主人女主人一边一个非常的够用 所以在frame这边呢我觉得啊 它基本上在空间上呢是非常大方的 在整个的这个设计颜言上呢也是非常的大方简约 这边呢就是一个次卧 次卧在这边放一个queen size的床 这个可能是一个double size的床 然后放两个床头柜也是可以的 如果你放个queen size的床 那可能也差不多 看你床头柜选成什么样的 然后这边有一个build-in的一个closet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边呢就是你看到这个外面的景色哈 大概就这样的阳台在那边 我们过去看一下 好接下来呢就来到了阳台啊 阳台可以说哈就是另外一片景色了 取决于你的朝向和户型哈 如果你买的是朝北的就是这样的风景 非常的漂亮 这个山景啊 让人心旷神医 不能想象哈 在这边坐着沙发上喝着一杯jeentonic 好好地想一想人生规划 或者是呢看看那边metrotown的高楼大厦 享受一下我们这边的小窃益 和我们温哥华的小美好 在这里我要讲一个小小的话题啊 就是关于我们的amenity的设施 其实对于投资来说呢 我觉得amenity其实越少越好 最好就简简单单的一个rooptop 简简单的一个gym 简简简单单的一个lunch room 我觉得其实就完全够了 那么frame呢真正也做到这一点了 正是因为这个可以把我们的strata fee做到最低 那这个呢也是非常的难得 好以上呢就是我觉得比较关键的几点啊 来教大家如何用一个投资的眼光 去看待一些房产 希望呢通过这期视频呢 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了感谢大家收看之一的生存开放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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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by bwd6